设定乡第一选区 项民代表候选人白静文开票结果为379票 另外赖俊杰得票为378票 赖俊杰申请验票 结果经高等法院花莲分院判决 两人同票 而乡公所8月7号办理抽签 赖俊杰抽到位当选 白静文当选确定 16号县政府民政处的子智科办理宣誓就职 设定乡第22届乡政市民代表宣誓就职典礼 设计下面代表会主席610的主持之下 正式展开 当时白静文代表因些许票数当选 经相对人透过司法程序提出验票 法院经过一年多的审理 结果双方同票裁定宣判白静文代表 当选不效 依法必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当选人 公所已于8月7日起办 双签结果由白静文代表抽中当选 白静文代表一直以来 不论问证直询 及为民服务都相当的杰出 在次宣誓当选后会更努力反应名没 当选的白静文代表也宣誓就职 于是以制成 克尊宣法 效忠国家 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职权 不寻私舞弊 不迎求私利 不受受贿赂 不干涉施法 如为誓言 验受最严厉之制裁 警示宣誓人白静文 华林县政府民政筑 知识行政科科长 简佑坚也宣布当选人白静文代表 我们本人请代表 供华林县政府县长 主海来担任监视的任务 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依照法规的规定 代表必须要完成宣誓 才能够取得代表的一个身份 才能够执行代表的一个相关的职务 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见证了 我们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完成 宣誓任务的一个完成 也代表着我们白静文代表 即将执行我们代表相关的一个任务 那我们在这里就代表 华林县政府表达恭贺的一个祝福 包括立法委员高金苏美 先议员成美人以及政治者 也向白静文恭贺 白静表示 行中的大石头可以落下来了 辛苦了一年八个月 在抽签的时候 如愿当选 他会秉持着文明福的初衷 为主人们争取权益 共同来营造秀林幸福之乡 记得秀林想不到 由于我们今天的课题 牧生的城会 本来现在 我们看看